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俄眉传奇30 我们现在在俄眉山体育馆 我是东尼 我是董江涛 本场比赛是男子七速国际级级级的超级战 洪峰选手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国际俱乐部的陈子俊 蓝峰选手是来自贵州实际剑国际俱乐部的汤伯良 双方陈子俊身高175 而汤伯良身高185 双方有16分的身高差距 我们看汤伯良的身材比例非常好 对的 而且四肢很健壮 刚才也是招售了陈子俊接给了后尔传的赢计 那下也挺重的 但是没有召声多秒 是的 这个陈子俊呢 最近刚刚参加了自由搏击锦标赛 所以在很多场比赛这种选拔的过程当中 经受了很多实战的这种比赛呀 或者训练的什么的 所以他这段时间对于拳台的这个感觉要好一些 双方也是正反架 陈子俊也是反架 所以你看后手跟后臀很多 在双方打击力度上 陈子俊还是略微比对手要重一点这个动作 是的 所以也是正是因为体重这个都一样 而但是那个陈子俊的身高呢比较矮 所以也是一直在往前压制 要比较短距离进行动作的速度 这时候我觉得对于汤国梁来说就不要站在原地不动了 因为自己这个优势所在就在这里嘛 对的 汤国梁呢他原来是摔跤出身 这个董老师这个摔跤啊摔跤出身的选手练这种比赛的话 你认为说会有优势吗 我觉得可能在力量上有很大的优势 但出动作因为只有搏击还跟泰拳和散打不一样 他近身的这个残暴的这个可以利用力量身体力量 你绑绑平衡的这么一个动作很少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只能是有一些力量上的优势 那么所以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对吧 对的 这个汤国梁呢他的这个教练 也是对他这个评价也是说是这样的 说摔跤选手哈 练揪搏击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但是他转揪搏击两年 而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作为教练的话是非常欣慰的 你看这个双方一出动作 就可以明显赶出来 曾经的动作输出的能力比对手要强 那么汤国梁到现在还没有一些动作有效的打击 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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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波飘摇 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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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里舞蹈 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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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塔海草浪烫 我有我乐逍遥 阵海草 茫茫茫茫茫 刚开始陈子俊是一个跳的一个正灯 开始第二局 再一次这个叫双飞腿 这个陈子俊一直在找机会 进去 手提压得很紧 你看反倒是一旦进身之后 陈子俊有这个起息的用 对于汤国梁来说只能做一些防守 这个袭击差一点上头 陈子俊在进身之后 整个对残暴啊联系啊 对这些动作运用的非常流畅 非常自然 这时候汤国梁呢只能说起腿 你看他能不能挡住陈子俊的息了 对 现在有止 汤国梁还没有做出一些跟身高比达战优势相匹配的一些高腿 包括远距离都直线的拳法的主动进攻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这还是证明 但从报价上 从他出的比较少的几个动作看出来 他动作并不像传统的摔跤手打出来那么幅度那么大 因为摔跤手本身力量大 他要把这个力量再充分发挥的话 可能会做一些动作比较大的动作 现在汤国梁还没有 其实身高185个子的话如果练摔跤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个是个优势 因为他身高高的话这个重心就会高 那反过来有一些身高比较矮的选手打踢拳比赛打的一个很成效 这个一个是身体条件只是一部分 更多的是你怎么能够很合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 对 这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他希望他们发挥的更好 对 陈志军也是体能有点下降啊 进身之后的拳法想起来有点软了 是的 而且陈志军确实有下意识这种动作 比如说推开之后自己会比不上一拳 接腿之后反击了一个拳 你看体能也下降了 要不然可能按照刚才那个局势 可以出更多的动作 那么陈志军选择了把身体扑到对手身上 做一些休息 是的 这是陈志军的教练 飞龙 来宽敏敏的 三回合 唐国梁现在出动作很少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防御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个后手 哦 这个前手摆拳啊 终于打中了 双方换拳 陈子军也不要太过于大意 因为我们知道 唐国梁虽然说训练年限只有两年 以前练摔跤 但他力量大呀 只要命中一拳就可能会很重 对 而且是双方在换拳的过程当中 感觉这个对方拳很重 而且自己的防守都是有输入漏洞的 对 刚才陈子军做了一个 哦 这个打拳打中了 打中了 现在踩踩已经开始凌秒 刚才陈子军有几机中扫踢啊 需要我可能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他并不同意常规动开始扫踢 一次性发力就踢上去了 但是把膝盖提起来 瞄准对手的手臂跟虎部中间那个空档 其实力量并不大 但是这个动作很放松 踢上去的时候对手的防御也比较弱 所以打的就比较实 刚刚这一次中表确实是给汤国梁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现在陈子军 虽然体能下降啊 但是还是达到优势的 对 汤国梁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状态 刚才汤国梁又要做了一个扫踢啊 我们这个角度看的不特别清楚 看他打的并不可以次性发力 但是整个的瞄准的部位 正是你的腹部的部位 这后手也很准 给你打到对手的额头上了 今天汤国梁第三局后半 但基本是在卡 是的 而且陈子军呢 他这个进攻方式也略显单一些 主要是进入一些近身孤镜啊 顶膝顶镜顶镜 其实这时候在汤国梁已经失去战斗意识的时候 可以加一些效率高的 或者是一些扫踢 哦 切会儿 他今天出动的话也是很费劲了 刚才踢那个低扫也变形了啊 你看这个扫踢是把用大腿把小腿提起来 提起来然后放到对手身上 对手的这个肚子上 这样的精确度很精准 但是可能力量会差一点 还有一个轮摆 汤国梁 哦 不错不错 汤国梁不错啊 但是双声扛了三局 而且汤国梁这个练习游国际转电话的话 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 呃 也非常也非常不容易 好不容易 来看看我们裁判 本场比赛的裁决 一号裁判30比27 二号裁判30比26 三号裁判30比27 本场比赛红方射 一 二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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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